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萧乔云 德国大选后得票率最高的社会民主党 宣布跟绿党还有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 并且在今天公布了未来四年的联合执政协议 这当中就提到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以及对台海局势的担忧 这段内容格外引起关注是因为 这是德国第一次有新政府在执政协议当中提到台湾 这是否等于台德关系有重大突破 以及德国对中态度转变呢 但你了解专家对德国新政府人事布局的分析 以及未来台德互动上又有哪些帮助 请看记者黄欣雅的采访报导 9月底德国进行大选 胜选的社会民主党邀请自由民主党绿党组阁 因政党代表色分别为红绿黄 也被昵称为红绿灯联盟 在历经数周谈判后 新政府公布了联合执政协议 确定未来四年的施政方针 值得关注的是 这也是德国政府首度在协议中提到台湾 在这份联合政府条约里面 亮点之一就是 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台湾这两个字 台湾议题放到他的一个联合政府条约里面 那联合政府条约是未来红绿灯联盟 四年执政的一个依据 也就是说未来四年都必须要遵到 这些内容去实行 所以对我们台湾而言是一种好现象 对未来台湾跟德国关系的发展 是有一个期待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德国将台湾纳入施政方针 明确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并在革平及两岸统议下才能改变现状 对中政策的部分则是强调与中国 在贸易和体制上的竞争关系 另点出中国的人群问题 这是否代表德国在台海议题上 将与过去有所不同 学者指出关键就在未来外交人事布局 这种新政府的运作里面 基本上他会遵照所谓的部门制上原则 也就是说未来的外交部长 主导德国的外交政策 我们看到说人事布局里面 这外交部长可能是绿党的总理候选人 这是Bear Book这位女士 他在选举期间批评梅克尔中国政策 他认为梅克尔太软弱 太过轻忠 对于新疆问题 人权问题 自由问题 新闻媒体自由问题 或者是香港问题 甚至两岸的军事紧张的问题 Bear Book都认为说 梅克尔太过侵犯 没有对中国采取必要的一个压制 所以他认为 未来新政府应该要对中国 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也就是说应该往反中的方向来走 后来在选举发展过程当中 立党的民调以及他个人的民调支持度 迅速往下滑的时候 他发现下滑的原因是 他对于一些政策都讲得太满了 包括对中国的政策 所以他在选举后期 他对于中国的批评都转趋缓和 未来新的德国政府 他对台湾的政策或是对中国的政策 会不会有新的政策取向出现 我的个人的观察是 答案是比较中立的 未来德国对台以及中国态度 会不会出现变化 除了有望接下外交部长一职的贝尔伯克 关键人物还有这一位 未来我们在观察新的德国政府 对台湾对中国 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政策改变 这个就牵涉到除了贝尔伯克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进入这个新政府的政治人物 他的立场也是反中的 那我这边要举的一个人物 只有民主党的党魁 克里斯蒋尔林德尔 林德尔他对中国的态度 在选举期间比 贝尔伯克还反中的 在自民党的一些造势场合里面 这位党魁他曾经讲过说 未来的德国新政府的中国政策 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尽快删除 传统上德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 然后来支持民主的台湾 那第二点的话 对中国的人权跟自由要强烈批评 他认为新疆的交易问题 他是一种种族屠杀 林德尔他一定会进入这个联合政策 那未来会不会跟外交部长的最有可能的人选 不要不上双簧 对于中国的采取比较强烈的反中的政策 那这个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德国联合执政协议中首度将台湾纳入 助德代表谢志伟强调 这是一大突破意义相当深远 也期盼未来台德关系能够更加深化 记者黄信雅采访报导 德国新政府挺台参与国际 我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欧江安也表示诚挚感谢 并指出过去四年多来 台德已经签署了12项不同领域的合作交流协议 强化双边互动 未来也期待与德国新政府继续合作 维持台海现况以及国际的和平跟繁荣 如果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 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让我们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